9月5号年代热血青春剧《租界少年热血档案》在横店举行开机仪式 黄子涛 张雪莹 刘宇宁 曹熙月 朱洁 孙震晨 王子腾等主创 新数到场 本剧融入了《青春》《功夫》《爱国》等多重命题 其中武打动作气氛占有很大的比重 这对演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呢 我觉得他可能多一分干练吧 然后更加的就是 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小领导的感觉 然后他是一个特别聪慧果决的人 就是我觉得可能比较难的部分 应该他有很多 很多打戏吧 就是很多那种 真打实战的那些动作戏 可能之前可能会更加借助一些别的 比如威亚什么的 然后这次是就是破了威亚 然后自己这个 今天上一阵是有点难度 不知道 反正开机之后看吧 剧中黄子涛设演的角色名字叫无钱 这个有其意的名字被粉丝们调侃为没有钱 面对这样调皮的讨论 无理讨讨的回应可是相当霸气 虽然秋天渐渐来临 但恒定的高温依旧持续不下 不过对于千锤百炼的演员们来说 这点高温都是小case了 热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在棚里拍的时候 50度左右了 上一部戏的时候 最热的时候 所以现在这个就对于你来说还好了 我可能是苦 好 那雪银呢 还好吧 因为我上部戏古装 然后特别厚 衣服好多层 然后这次看到我们的衣服 我觉得已经很凉快了 而且慢慢入秋了也慢慢凉起来